歌手,节目的赞助商够狂的,霍尊身上的马赛克说尽霸道。 歌手这个节目出现很多新颖的事情,比如四周围都有的庞大的提词器,这还可以接受,但这个提词器上竟然会有观众的反应,这就是让人质疑节目上的观众反应了,原来观众的反应都是听节目组的,那不是很容易做假。 不过这个节目不只是节目狂,连节目的赞助商都很够狂,其实这点可以从霍尊身上的马赛克看出霸道,也说尽了霸道。 因为霍尊不喝节目组赞助商的水而是喝了别的品牌的水,所以霍尊的手一直被打伤马赛克,可惜了霍尊的美种啊。 其实这是很没有道理的人,霍尊不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,想喝什么水都有自己的权利,并且节目上明目张胆的打伤马赛克,真的有必要吗? 现在的广告无处不在,很多综艺节目嘉宾玩了一会就要说一下广告,听着真的很讨厌,广告卖得最多也没用啊。 要有口碑才行,好是你们说的,但消费是我们选择的。 有时候广告卖得太过了,大家是会起厌烦心理的,小编就是这类型,你广告最多看着就烦,所以不会买你的产品,你认同吗? 歌手这个节目出现很多新颖的事情,比如四周围都有的庞大的提词器,这还可以接受,但这个提词器上竟然会有观众的反应,这就是让人质疑节目上的观众反应了,原来观众的反应都是听节目组的,那不是很容易做假。 也可以说这是节目组的自信,自信到把控制观众的反应摆在台面上,也说明了他不怕被质疑。 不过这个节目不只是节目狂,连节目的赞助商都很够狂,其实这点可以从霍尊身上的马赛克看出霸道,也说尽了霸道。 因为霍尊不喝节目组赞助商的水而是喝了别的品牌的水,所以霍尊的手一直被打伤马赛克,可惜了霍尊的美酒啊。 其实这是很没有道理的人,霍尊不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,想喝什么水都有自己的权利,并且节目上明目张胆的打伤马赛克,真的有必要吗? 现在的广告无处不在,很多综艺节目嘉宾玩了一会就要说一下广告,听着真的很讨厌,广告卖得最多也没用啊。 要有口碑才行,好是你们说的,但消费是我们选择的。 有时候广告卖得太过了,大家是会起厌烦心理的,小编就是这类型,你广告最多看着就烦,所以不会买你的产品,你认同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